中国人向来烟不离手 北京市去年6月开始实施控制吸烟条例 凡是在公共室内吸烟的人 都会接获人民币200元 折合大约128令吉的罚单 为了取得成效 由政府机构赞助培训的禁烟行动志愿军 在公安的陪同下 走进北京各大办公大楼 搜寻为例的烟民 除了不放过垃圾桶里的烟蒂 躲在楼梯间的烟民也难逃罚眼 虽然公安这次没有开出法单 不过志愿军警告为例者 不要再执迷不误 同时提供吸烟的危害资讯 希望烟民回头涉案 最早说欠解说 可能会发生一些口角 比如说他不理解 他说你还管我 但是应该说通过这一年 国家也有这种宣传 现在好的事 至少有一种转变 就是说他看见你 你跟他说 他知道是自己是不对的 他不跟你争 他可能当时把烟掐了 或者就离开了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好转 过去是八个月 当局开出2700张 公共室内唯利吸烟的法单 每天平均五人接获法单 志愿军认为 近年条例取得不错的成效 但是在民间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认为政府管太多 这一种好转变的 这一种好转变的 你自己是在这边 你得也得挂牌啊 是什么好转变的 好转变的